《鐵飯碗》都有碎裂時,警鋒日前拘捕4名公務員 他們因為向早前被捕的7名私家醫生購買並使用假免針紙, 涉嫌村謀詐騙罪,當中竟然包括小學教師、社工及社署職員。 教育界及社福界果然是問題的重要源頭。 難以想像一個小學教師,天天上班都在騙上司、騙學生、騙大眾, 基本的品德都沒有了,這種人還有什麼資格作辱英才呢? 有位朋友形容得很好,他說香港的下一代已經大面積地負難了。 沒錯,是很大面積,大到超乎大家想像,而最恐怖的地方是, 這些負難的源頭是學校,大量問題教師還在教書, 他們對下一代的洗腦是現在進行式的。 大家可能會說,國安法下,問題教師不敢再宣揚港獨、宣揚黑暴, 我們不應該過分緊張,要包容,要給問題教師改革的機會。 我們如果這樣,就把破壞看得太簡單了。 學校不是教導所,你會容許一個偷窺別人群底的老師, 繼續在學校教書嗎?他偷窺而已,都沒有摸人,又沒有強姦, 比試機會吧,你說行不行? 曾經聽過一個年輕人介紹他精彩的中文課, 他說,這個老師的課很搞笑,上課沒有人睡覺的。 我就立刻叫他舉個最好笑的內容,這個年輕人說, 原來,孔子是個是非精。咦?我讀了這麼多年書, 從來沒聽過有人這樣形容萬世絲表的。 原來,年輕人的老師說,論語其實是一本串學生的結集, 孔子向弟子問問題,其實自己本身已經有答案, 孔子就等學生答錯了,然後就嘲笑他們, 還著書將自己串贏學生講人是非的威水史寫了出來, 這本就是論語了。 那這種教法,這種價值觀,關不關國安法事呢? 肯定沒有關係,但是在一點一滴地摧毀中國文化, 摧毀儒家思想。所以,教育之眾在於教材,也在於教師。 香港沒有檢視教師得行的巧合,也沒有像醫務委員會、 律師公會、監警會這樣監察投訴的途徑。 今日,連做教師的學術門檻都被人拆了。 今年中六生開始,在大學聯招選科, 教育大學發佈了最新的新學年聯招收生分數。 今年首次開辦的 人工智能與教育科技榮越理學士課程, 收生的要求竟然是最佳5科,平均17分。 這亦是教大至2012年以來收生最低的學士學位課程。 至於教大的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平均15分就可以報讀。門檻也是2012年以來最低的。 有升學專家分析,因為近年大專人工智能的課程非常氾濫, 所以大學要出奇招才能吸引到學生報讀。 而教育大學的奇招竟然是降低成績門檻。 一個社會如果不重視教師質素,就是不重視下一代的教育。 今天大家開口說關心年輕人,帶著任由教育敗壞,任由問題教師大量存在。 這是真正關心年輕人的表現嗎?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呀!多謝大家!